大家好,我们今天开始课程的第九讲 纳寒彷徨的三重意义结构 我们讲第一节 纳寒彷徨在人性与社会历史层面的意义构成 基于哲学观察的高度 我们大体认为 人的世界与作为人学的文学世界 存在三个有知的意义结构成 第一,文学在人性层面的内行 那么这个人性层面的内行 它涉及爱恨、善恶、美丑、真假等等 这其实是文学的一个最基本念 大体观设一个人与生俱来 或者他在不自觉中耳濡目染的 一些性情、习惯、性格等等 但是在二十世纪中国 由于文学与政治有较长一段 不怎么正常的关系 中国当代文学在这个层面的内行 出现过长时间的匮乏 那么因为这个匮乏 导致人们往往把文学的这一基本面 看得过于的重要和高深 甚至几乎成为唯一的一个层面 这其实是存在问题的 第二个层面 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学的社会历史内行 这涉及的是文学与时代社会的关系 文学是否能够意识到 整个一个时代的关键性问题 从而内行着时代反思 于是批判的 内气、勇气 是否具有引领时代前行进步的 历史性的意义 是这个层面的核心的议题 那么第三 就是文学的哲学内行 如果说人性内行 主要是文学与每一个个人 与生俱来的本能 如眼世界的关联 社会历史内行 这是文学关注思考的 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 一些生命与另一些生命的 社会化连世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如何美好地建立 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联系 一群人和另一群人之间的联系 并且这种联系能够 持续地存在下去这些话题的话 那么哲学意味着什么呢 哲学意味着人的精神 自我从人的本能性 如眼世界以至社会化群体生成中 清醒过来 如果他意识到他自己的个性 能够自由地塑成自己 或者能够自由地塑成自己 所属群体的生成方式 或者生成意义 我们是这样来考虑 这三个问题的 那么这里就会出来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是这三个层面 而不是别的三个层面 或者说别的四个层面 五个层面呢 这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在追问 我们思维的科学性 或者是我们思维的完整性 那么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都说文学是人学 对吧 那么想一想在人的全部生活里面 除了与动物接近的本能如眼部分 也就是所谓偏于自然态的人性的话题 还有就是作为大规模群居生命 那么我们人类就是大规模群居的了生命 这样一种生命 我们人与人 人群与成群的关系的部分 那这个关系的部分就是人的社会性 或者说人的社会历史内行 那么除了上面两个方面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人的生命 作为一种精神生命的群体意义 这个群体意义在古老的时代 古典的时代 往往指向 就古典宗教信仰 往往就会出现一个群罗 一个文明的群罗 一个族群 它有一种古典的宗教信仰 然后到现代以后就变成自我的意义 不再是群体的意义 而是自我的意义 那么这个自我的意义就指向 自我独立的怨念 个体性的信仰等等 这样的需求 那么除了人性 人的社会化特征 人的意义寻找的这个特征以外 我们会问一下 在人的全部生活内容里边 你很难再找到这三个方面之外的内容了 换句话说 我们人的全部的生活内容 大抵的都可以在上面这三个层面里边找到 所以我们就从这三个层面来看文学的意义构成 为了说明的更加具体一点 我们可以从世界文学的视野里来看一下 能够同时筑备上述三个层面的精神内涵的文学 它其实是不多的 知识是一些十分著名的伟大的作家 他的作品也会或多或少的 存在上述三个层面上的结构性的意义缺陷 那我们可以举例子 那举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了 但是人民也公认的 大家都知道的 他的作品在十九世志的法国 他是有保皇主义的倾向的 保皇主义的倾向在十九世志的法国 它不是一个进步的倾向 所以换句话说 在社会历史内涵的这个方面 巴尔扎克的小说其实是承担一定的问题的 那么不仅如此 巴尔扎克还有一个问题 巴尔扎克他是一个时代的法国社会的批判的能手 但他却不是个体生命存在意义的探索者 类似的文学意义结构性缺失 我们也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面看到 这好像说起了大家比较惊讶 托尔斯泰在精神上的深广探索 是人们十分佩服的了 然而在后世的人们看来 十九世志的罗后俄罗斯 在社会历史意义上的关键的命题 几乎没有有效的进入过托尔斯泰的视野 对于欧洲已经曲线的 俄罗斯人鸡蛋吸纳引入的 进步的民主化社会文明 托尔斯泰的作品就几乎没有正面的 应成过或者说表现过 这时候人们说托尔斯泰的社会理想 是俄罗斯中法制乡民社会的 这样一种说法的确是符合实情的 然而在人性的意义乃至哲学内涵 这两个层面上托尔斯泰可以说 都抵达了自高的自身的所在 并且他还能够令二者水乳交融 也就是说人性能上升到 哲学内涵那里 那哲学内涵和人性的观照 能够相互回望 那么这时候托尔斯泰的文学 就因此具有相当深广的 结构性意义图景 而幽为为人们所轻松 这是这样的 那么鲁迅的文学呢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可以总结的是 呐喊彷徨 因为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 以致我们在前面 对呐喊彷徨的具体的讨论 已经支持我们 到这时候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回总结了 第一个问题是 国民性与人性议题 那我们知道 从呐喊彷徨面世以来 对他们的研究 就涌现出一个 引人关注的话题 这是国民性话题 国民性的话题 大抵指向的就是 呐喊彷徨的人性呈现 至于人性呈现 归根结底 也还是碍事实实出奇 多数中国人的人性状态 那你比如说 麻木啊 冷漠啊 满啊 骗啊 丑啊 以致它的对立面 爱 成 媒 等等 这些议题 是人性命题 或者说 国民性命题中间的 关键的元素 一够多世之以来 国民性人性议题 在相关研究中的 广泛呈现 见证了 呐喊彷徨 在人性科学上 令人瞩目的成就 那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 值得注意的 我们在这里提出来 呐喊彷徨中的 国民性人性议题 只有在街上 鲁姓 刘日时期的 令人思想的深度的时候 才会彰显 更深广的认知价值 而在那一刻 国民性人性问题的深度 就已经跃入到 哲学层面的内涵了 所以相关的话题 我们在讨论 呐喊彷徨的 哲学意义的时候 我们还会再谈到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 社会历史类行 与呐喊彷徨呈现的 反封建思想 革命意义体系 那我们知道 自觉的 也是非常成功的 挖掘提炼 呐喊彷徨的 社会历史类行的研究 这一类的 大量的出现在中国的 1980年代 特别是 王富仁先生的 博士学位论文 那我们知道了 王富仁先生 他是新中国培养的 第一位文学博士 是有这个说法的 那么 他当时的 博士学位论文 是引起 鲁迅研究家的 风动的 也是80年代 整个文化界的 一件风动的事情 他的题目是什么呢 反封建思想革命的 一面镜子 纳喊彷徨中论 这个 这个是成为 论述 纳喊彷徨的 社会历史类行的 一个代表作 那么这个代表作 完成了对 纳喊彷徨的 反封建思想革命的 一体式的 相当完整的呈现 王先生 不仅抓住了 纳喊彷徨 本有的 社会历史文化 乐行 他也非常紧密的 呼应了 那个 已经到了 1980年代的 中国社会 历史文化的 关键命题 反封建思想革命的 一面镜子 他围绕 进化论 个性主义 人道主义 三个 关键命题 贡献的 社会历史文化 话题 那这些话题 主要呈现为什么呢 中国社会 要朝向 更文明 更美好的方向 实施变革 而非相反 中国社会 极其思想文化 要实现 对个体生命之 自由 独立 尊严的尊重 保护 而不是相反 中国社会 极其社会思想文化 应该实现 人与人之间的 人道主义联系 这个人道主义联系 比如说平等 互爱 而不是相反 那么中上所义 在资本人性的 命题上 在社会历史层面的 内涵上 纳喊 彷徨 都有 值得人们 深思 致意的刻写 如果把 纳喊彷徨的 有之意义构成 想象成一个 三层建筑的 金字塔的话 人性层面 和社会历史层面的 内涵 就分别处在 第一层和第二层 而继续叠加 在高处的 就是第三层 也就是 纳喊彷徨的 哲学内涵 有关 纳喊彷徨的 哲学内涵 我们下自课再讲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再见 谢谢